由于上村镜突然遇害 导致整个县兵部防守戒严 愣是没能抓住行凶者 反倒让对方从眼皮子底下溜走 高桥千兵卫对此勃然大怒 同时怀疑起沉默群的忠诚度 毕竟他曾是军统老牌特工 其心思难测 事后 派遣军司令部下达命令 撤掉高桥千兵卫司令职务 并交由金井杨佑接替 然而金井杨佑上任之际 却刻意提醒高桥千兵卫的无能 应当报复自尽 沉默群亲自去见此人 没想到对方远比高桥千兵卫更加难缠 一见面就给他施压 要求他不要浪费太多时间 应当尽快抓住渔夫 用实际行动向日本证明诚意 顾慎言认为出卖同胞之人不可容忍 所以需的赶快追查 尤其是从出卖沉默群之事入手 首先要盘查宪兵内部情况 私底下 顾慎言将中意救国军攻击新四军的最新部署交给纪中原 同时表明金井杨佑曾破获党组织在北平和天津的多个联络战 他的到来会让76号压力更大 上海乃至法租界的局势远比以往更糟 因见蓝心杰迟迟未有行动 王世安再也坐不住 当晚拿出一瓶毒药 交代蓝心杰单独接近沉默群 借此机会下毒 等任务结束后会安排他离开上海 尽管蓝心杰很不情愿 但他没有别的选择 唯一希望便是能够前往重庆与儿子团聚 第二天早上 纪中原在法租界给上级发报 恰巧有日军真机车路过检测 幸好纪中原及时做掩护 再加上提前设定时间停止发报 避免对方继续追查 总算躲过一劫 赵金龙按照林南生委派 在跟踪沉默群期间发现蓝心杰与他接近平凡 林南生通过照片发现这一细节 于是专门去找蓝心杰 提醒他最好远离沉默群 然而蓝心杰并不理会林南生的劝告 反倒在镜子前梳妆打扮 声称要与沉默群一起吃饭 胡道义开车来到楼下 蓝心杰把他藏在柜子后面 假装若无其事地开门接待胡道义 打消了对方的怀疑 胡道义在出门时看到林南生的汽车 下意识询问蓝心杰 结果被他随口搪塞过去 来到餐厅包厢 蓝心杰趁胡道义出去接沉默群 悄然将毒药撒在餐桌上 直到看见沉默群用餐怕擦脸 越发感到紧张 林南生担心蓝心杰的安危 所以在他离开时 开车尾随来到餐厅门外 没想到竟还有别人在旁边盯烧 蓝心杰十分慌乱 借着酒水打湿一群之便 立即跑到洗手间将毒药解决掉 正当蓝心杰要重回包厢 怎料林南生突然出现 两人一同逃出餐厅 林南生斥责蓝心杰不该接下这个任务 并且表明毒药会在半分钟内产生中毒反应 即便是下毒者没能及时弄干净 依然有可能出现危险 但此时的蓝心杰不顾自身安危 只想着如何将儿子带走 林南生见状于心不忍 索性让他先去法租界等着自己 林南生在蓝心杰家发现看守孩子的夫妻 其实是军统派来监视母子二人 继而拔枪逼迫对方交出孩子 待林南生前脚刚走 胡道义等人随即赶来 陈默群中毒严重 已送往医院抢救 从而脱离生命危险 法租界的房子内 林南生得知蓝心杰是未去重庆 所以才会被迫帮王世安毒杀陈默群 考虑到76号绝不会放过蓝心杰 林南生叮嘱他先躲在法租界 等时机成熟 会尽快送他和孩子离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